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后来他又带我去他东北的家 天哪 他替他妈妈盖一个市叫华盛市 大得不得了啊 然后他叫我去他们公司住 哇 那个公司那个套房比别墅还大 那我就问他说 老板 你看起来四十五六岁 这么有钱啊 是怎么来的 他说我告诉你啊 要靠我妈妈 我妈妈天天在家里啊 替我拜佛啊 拜佛啊 我都知道 那有一天大年初一啊 他拜完佛 那一天除夕还跟我们交代 妈妈如果将来不在呢 你们要好好听话 做好事啊 然后年初一他起来供完以后 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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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就不起来 就在这边往生 哦 他感动得不得了 妈妈是这样往生的 身体很好 这样在拜佛 然后拜完走了 等一下拿个普团 有没有人要走 赶快拜了 结果他走了以后 他就很孝顺妈妈 所以发愿为他妈妈盖一间在东北最大的寺廟 要叫我去做住室 但是我跟他说 我是不方便 不方便 但是后来他就跟我说 自从我妈往生以后啊 他就一直赚钱 一直赚钱 后来在蒙古 在新疆 开发到金矿 开发到石油 那个钱像水一样倒啊 所以各位 一个人做妈妈的一定是为子女在修行 妈妈如果拜佛 拜到这样一定升天 或是净土世界 请问 如果我们的妈妈升天 会不会二十四小时加持你啊 那是一定的 最好的天神 事实上都是过去你的父母 你的护法神 所以他说 他是这样赚钱来的 所以他有了这个钱 他要替他妈妈修很多功德 那他越修功德 他当然福报有越大 所以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他还是非常的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